《红色的玫瑰》 是一个个神秘美丽的女人 她们一双双勾魂折破的眼眸 隐藏着人世间最动人的故事 《玫瑰园》里的女人 冷眼旁观又迷失人生 那双让人震撼而感动的眼睛 我们称之为 《玫瑰同灵眼》 《玫瑰园》 两年没看到爸爸了 爸爸变得更年轻、快乐 我想这应该是跟爸爸 最近过得结婚有关的 而且 阿娥一定是一个 很幸福的女人 不然 爸爸是不这么高兴和喜好的 我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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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园》 《玫瑰园》 你现在说什么 爸爸身体很高 爸爸要再花五十年 是 爸爸 你还很年轻 还很飘飘 对 我们走 来 去吧 去吧 来来 《玫瑰园》 我给你介绍 你就是明知 我的好心 你好 爸爸 这位是 你去 你实际上没有礼物 他就是爸爸 他先娶妇 你还叫妈妈 妈妈 来 快点来 你来 你来 明才做梦也没想到 父亲先娶的新娘 竟是这般的年轻美丽 看年龄更大不了自己几岁 尤其是在和她接近时 身上自然而然 散发出了一股淡淡香气 刚是让人迷醉 杨 爸爸 娶妇 你感觉如何 不错 真漂亮 爸爸 你真不客气 他在前后 不能这样 慢慢你就了解 来 爸爸 你来办公室 来 来 你这个是妈妈 有几岁 所以爸爸 你这样说 你还给卦卦卦 你爸爸要享受得更快 到了吃饭时刻 明才果然见识到父亲所说的 艳蓉不止外表美丽 连烹饪手艺也都堪称一流 每道菜虽然都是家常小菜 但都有股特殊的味道 让人齿家流香 欲罢不能 明才吃得香甜 刘父也吃得高兴 尤其用餐间 看着父亲和继母恩爱的模样 明才心底顿时充满了感慨 祝阿妇开心了 阿爸一定紧固 不然这样的完整更快 吃饭 来 你们不要勾太匠 帮走消化 好 真棒 来 来 快点 不知是时差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明才竟然翻来覆去睡不着 只觉得浑身躁热不堪 突然一阵奇怪的声音 钻入她的耳朵里 嗯 痛啊 明才是成年人了 虽然明白这样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可是这样的声音 就像是火上加油似的 让明才更显得焦虑难安 啊 淼 inte 好 好 好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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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你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你老爸早就去上班了 抱歉 可能是我十三個了解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其實我知道 一陣子一定沒空好不好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我同年也知道 像你老爸在那裡的人 都哭不哭 小姐哥,你說是個小人 你怎麼回事 來 你好,家修人 這可能發送回家 人已離去 但身上的香味 依然在民財的周遭回蕩 過了一會兒 雁蓉準備好早點了 雖然還是簡單的試樣 但依舊色香味俱全 兩三下 就讓民財狼吞虎咽吃完了 怎麼回家 怎麼回家 不錯,很好吃 我們爸爸可以帶廟裡 真的是他的好奇 等等 你是在看什麼 沒有啦 我是說 你辛苦的 很棒 你用什麼把他用水 沒有啊 我沒有用防水 那是我辛苦的 做人的餐飲 吃一下 當然也是吃一下 我喜歡做的朋友 對啦 你這兩年去美國留學 你知道什麼 我一大禁止 禁止? 你這樣很好啊 你爸爸現在的材料和關係 對你爭埃的政党 一定很有幫助 我安心給你們 會出的算名義代表 這樣很好啊 我祝你成功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來這裡電話 喂 叫做什麼 有了 你等一下 明仔 你還在那裡 我還在那裡 等一下 你好,我看明仔 阿婆 不用招了 來,快點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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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來,來,來 來,去做酒吧,給我喝 這讚 慢了,我剛才吃飽了,不要再吃東西了 你也幫幫忙 當我們朋友做那麼久,我才不給你害怕 你不能看我酒吧,像普通的雞湯 這是關於我未來的前度 你一定要給我喝 說得這麼嚴重 你就喝喝就對了,來,快點 好,好 你這什麼東西,怎麼這麼難喝 難喝,怎麼吃飽呢 你來喝喝吧 坐 坐 這杯,油味比較湯 油啊 你裡面放什麼油啊 我才會撥片 我們出國留了這兩年 我也不是吃飽圓圓沒什麼事做耶 我每天都留心在研究 我們中國人的保片 從我們做生所老的地分 和我們五千年來對吃的文化 做一個完美的作法 好,我要來講 我便宜我阿婆專門的友善 友善 友善 嗯 但我如果小姐有成功 我要開一間友善的專門店 不知道 到時候你是要幫我家主耶 我保證你賺大錢了 好啦,好啦 到時候人家再說 對啦 我剛才靠電話去你們家 那個這麼電話的聲 那聲音聽起來 真有氣 我老母啊 蛤 你也幫幫忙 你老爸當時又娶了 差不多兩句話的情報 我老母啊 真的有嗎,真漂亮 聽你這個口氣 你似乎很驚訝 你不要再亂說了 好啊,別說了 阿公跟阿媛最幸福 你也靠電話去我 大家這麼久不見了 好啊,哪有什麼問題 你靠電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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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晚上 明才和幾個多年不見的好友 聚會到很晚才回家 沒想到打開家門 父親竟然坐在客廳裡等著他 來,拍照 阿婆 你還沒看過 阿婆,你還沒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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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拍照 來,拍照 什麼事啊,阿婆 我今天聽阿楊庸在說 過兩年了 你要出來跟人家競選民意代表 嗯 那一張 阿婆 支持你 謝謝阿婆 嗯 不過 你怎麼沒想過 你要競選 這幾年 你要做什麼 這... 怎麼樣 沒想過 好 既然你如果沒想過 阿婆 你來跟阿婆說什麼 這幾年 大家下去廳 發併要很快 阿婆找不到一個苦苦的人 去廳頭管理 所以你來替阿婆 去廳頭看頭看尾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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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金工廠沒什麼清楚 喔 喔 阿婆 你對誰夠清楚 我學的是政策 政策就是管理眾人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這幾年 我先來找記載 了解他們真的需要是什麼 阿婆 我想要來顧客 找是比較有理想的名義代表 該學一些東西 阿婆 就是找一個記載的頭 請來照經理情文 也會用 不需要阿爸幫你介紹我 不用了 阿爸 完全沒有口感 真好 加油 愛你 沒有人這樣 阿爸一定支持你 阿爸 謝謝 接下來的日子 明才白天就在外面奔波 尋找他心目中理想的工作機會 有時到很晚了才回家休息 可是這段期間 明才卻發現一個頗為怪異的現象 假如當天他都在外面用餐 回家後就會睡得香甜 不過要是吃到燕蓉調理的食物 這天晚上 他就會顯得特別焦躁 整夜胡思亂想的睡不安寧 就像他剛回國那天晚上的情境一樣 只是這個時候 明才又怎麼知道 那些讓他難以忍受和無法啟齒的情緒 再再都與燕蓉所做的特殊料理有關 甚至一個讓他驚骇莫名的陷阱 也早在他回國前就已經張開網了 這天是假日 明才約好的人臨時延期 無奈明才只好早早地回到家裡 博士 可是這天晚上 明才更加睡不著了 可是当他好不容易陷入明明蒙蒙中时 突然房门被人打开了 你 您来送这 我知道 你已经睡不着了 所以 我是全天没来陪你了 全天没来陪我 是啊 我知道 你真是我的 你管我好漂亮 我知道 你真没来陪你 你看看 明蒙 你别过来 你知道 你是我的老母 老母有什么要件 你还要是我的老母 你还要我亲家 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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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明才非常气愤 但等到洗完澡 他才发现自己竟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原来因为一时匆忙 竟然连浴巾都忘了戴 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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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e 老對 老母 老母 摆 你跟著我吧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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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已經有幾歲了 這種 拍攝 你是從哪裡學來的 我給你去美國賺錢 你竟然有一個雙方百雙方得來 阿嬤,我不是條工的 好啦,你再說 以後不准這樣做,知道嗎 我知道 好,好啦,好啦 你幫幫忙 你到底死人了 好,好啦 不用擔 你怎麼在做什麼 我來幫你做大 你也幫幫忙 你大小爺 你大別總不去大 還要來這裡和阿客嗎 我以為別說那麼多 你有反應嗎 反應啦,反應 反應,很重 來,來,來 明才終於在阿炮家安頓下來 辦離開家 其實並不是因為父親的責罵 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自己對繼母的複雜情緒 明才真的好擔心 萬一有一天他控制不住自己 不知會發生如何難以挽回的事情 只是住到阿炮家並不好過 因為阿炮總是強迫明才 當他的實驗品 品嘗他發明的新藥曬 這讓明才真是苦不堪言 當然,父親也找過明才幾次 問他為什麼要搬離開家 難道只為了當天的小小指責 可是真正的原因 明才又怎麼敢對父親說呢 然而明才沒有想到 他這次的離家 竟然會成為他一輩子都無法彌補的遺憾 半個月後的某一天晚上 還沒想到 明才 你是關鍵燈來了 你要拿一個需要 卡 卡 anim出來 阿霸 阿霸 拼起來 你自己保住 他們是不是來 彈起來 你在看啊 阿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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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麼樣 阿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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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仔,人事不良好心,你就賣個傷心 豐哥,豐哥 我爸爸是你的養子,你怎麼會知道 豐仔,你一定會知道我的家庭以前 你告訴我,我爸爸是怎麼會知道 豐仔,你怎麼會這樣 爸爸說話前,我就替你爸爸做過你全身的檢查 你當這次,並沒有什麼毛病 你知道嗎?但是,你今天早來情緒麻痹,他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希望,這都是我的目的 我爸爸情緒麻痹 是啊 不要說你了... 爸爸 劉富的猝死,對民財來說,是個怎麼樣也無法接受的事實 甚至對外面的人來說,也是個震撼人心的意外 因為劉家很有錢,粗略估計有好幾億財產 加上劉富正值壯年,新娶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妻子 兒子又剛回國不久,就遭逢這樣的變故 不免讓人紛紛揣測其中的八卦 他以為他要去逃避人家,所謂的事實 也要去逃避人家,誰會去逃避人家 他以為他要去逃避人家 好,那些五四三 好,那些五四三 好 在樓上就有關係 跟他有關係 他就說你爸爸的使用 就是給你老婆抄襲 我不會說 腰部有比較貴婚 他又說什麼 他說你爸爸的使用 連你也會嚴重 哭 我來陳真教 明材啊,你也幫幫忙 當人在吹聲在他們的身上 他要怎麼說那水財 你去找他,是可以怎樣 明材對那些三姑六婆的話 雖然氣氛難當 但也無技可施 幾天後,公司的幾個重要幹部 來到家裡 他們對彥蓉都表現得 畢恭畢敬 夫人,你好 夫人,請問三姓夫人 來公司一組 公司有些事情,所以你要處理一下 郭蓉蓉又說 當初丟到這裡死 我沒有這個心情 夫人,是這樣 我一件事最想要做什麼 就跟妳說過 郭蓉蓉又說 拿走,拿走 去吧 為甚麼 輪到這裡 爸爸的圖書 mmm 對不起 我們爸爸這個鬼信 你什麼話我告訴我 為甚麼 只是說過 鬼信有 Ghost 你們是私人的 應該是說我們鬼信就行 一向敬爱的父亲突然死了 真的让明才哀伤的 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 只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 却让这原本平常的家庭悲剧 起了巨大的波涛 原来一直替刘傅处理法律问题的 林大为律师 竟然在整理刘傅身后的遗物时 上吊自杀了 祖宏啊,你一定要看我当主持功德啦 你不可能会出事啦 你不可能会出事啦 是啊,你别说重心了 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他请坐啦 对不起,是有人通知我们过来的 请问是李小姐刘先生吗? 是 李律师是在处理刘傅身遗物时自杀人 事前并没有什么征兆 因此我们对他的死因产生很大的怀疑 所以有些事情要请在两位 我们会尽量佩服 谢谢,那两位请问我 这个事件不止让警方怀疑 其实在明才的心目中也充满了疑惑 林大为明才是认识的 他一向乐观开朗 待人和气 和妻子的感情也很好 但为什么会突然间寻短见呢? 难道会和父亲的死有关? 这中间又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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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跟情仨 你来找个妈 好 自从父亲死后 明才为了处理父亲的丧葬事宜 又搬回来和继母同住了 雁蓉虽然在悲痛中 但依然对明才照顾尤家 只是看着桌上精致可口的菜肴 明才却有食不下咽的感觉 明才却有食不下咽的感觉 李小哥 我 我给收到的那把 这样子 都不是你以前最爱吃的菜 但是 你今晚都吃不下咽的 真的 你去那把 小小小的 我来一切 你帮我来一切 我来一切 你来一切 我来一切 你来一切 我来一切 我送你的关系 你或者有一副家园 我来一切 你去找你 我来一切 你来 好 謝謝 怎麼回事 我做社會,你認識我嗎 姐 你不用怕了 我只是想告訴你 為了很多人,沒人照顧我 我只想遇見你了 你不用怕,雖然現在爸爸沒有事 不過我剛好有話交過你 這樣,你可以給我一件事 好 謝謝你 喂,阿浩 阿翔 我在 試一下,這張卡還是會有你的 是阿豹啦,他說有要件的事情要找我 我傳一下 阿豹 你電話說我阿母有問題,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用理會 你怎麼知道你們這個阿母近年幾歲? 我不知道 不過看有瓦標,應該三十通話而已 好,你也幫幫忙,三十通話 我跟你說,兄弟才跟你說老實話 一金年五十幾歲 蛤? 一金年五十幾歲?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啊? 你不用這麼緊張,先聽我總會的說話 你就完全了解 原來明財父親的猝死 不僅明財感到疑點重重 就連阿豹也覺得其中一定不尋常 阿豹是那種,一有問題就喜歡追根究底的人 加上明財又是他的好朋友 便想辦法透過關係 從護政事務所查到李燕榮的資料 看到上面記載的年齡 阿豹也嚇了一跳 又看到上面寫著 二十年前 李燕榮曾在桃園大溪鎮落腳 於是他風塵仆仆地趕到大溪 想要將李燕榮的背景挖個究竟 根據阿豹追查的結果 李燕榮的來歷沒有人知道 不過二十年前 當他出現在桃園大溪鎮的時候 母子倆卻扎扎實實地吸引了全鎮人的注意 從這天起,鎮上的人就常常見燕榮帶著他大約五六歲大的小孩 每天花之招展地在鎮上閒逛 他總是熱情地紅人就打招呼,聊幾句 有幾個較為大膽的男人 甚至會借著跟燕榮聊天的時候趁機吃吃他的豆腐 而燕榮對他們這樣的舉動,非但不以為意 反而還表現出一副欲懷贏的媚態 於是鎮上多了燕榮這麼多嬌艷的牡丹花 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都在猜 這朵花最後舅舅會落在誰家呢 這朵花跟我們的肩膀比較便宜 稍微蓋上去 這朵花也跟我們的肩膀放下去 然後香香到這裡 來,現在吸氣 吐氣 吸 收下 你 請 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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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开始了 谢谢 好 不好意思 来 大家继续 继续 继续 第二天清晨 叶蓉就开始到公园 跟着老人家们 向罗文贵练习养生气功 罗文贵已经四十岁了 她从年轻就开始洗舞 洗舞的修养 也使得她一直是一个 心无平静的光棍 然而燕蓉的出现 竟使她的心绪 起了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 当天晚上 燕蓉就上了罗文贵的床 离家 我来看你自己坐着 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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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你老公来的 我老公 一半年已经死了 现在就传我跟我们家而已 就这样 晏蓉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在这里替自己跟孩子 找到了丈夫与爸爸 第二天 他跟罗文贵两个人 到法院举行了简单的公证结婚 然后就带着小孩正式地进驻罗家 成为罗太太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婚后的罗文贵春风满面了两个月 一向硬朗的身体与红润的气色 就日渐变得削弱毁暗 最后甚至连每天清晨到公园 教老人家练功养生都没办法了 直到有一天半夜 大神 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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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 有狗 有狗 快去救路 快去救路 快走了 警察 你快走 这四皇朕 五十 是嗎 阿廖呢 阿廖,廖門櫃就剩下了 那個爺爺開出來的死亡證明書 我們是心臟賣來死亡 那我爺爺跟我們心臟賣 對 聽說這套門櫃死了 你們這個後部 構成所有的財產 阿廖,他將這個修書 剩菜和拌一拌 拌一拌 拌一拌,拌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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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一拌 拌一拌 我回來找他,請坐 你幫幫忙 你不要這麼客人 先聽我拌這個話說出來 我是怕整拌都說說出來 你成交 阿廖告訴明財 正當他在桃園大溪鎮 詢問完有關李彥蓉的往事 準備離去時 一個看來已經六十幾歲的老阿嬤 卻湊了上來 等一下啦,年輕人 其實我才四五年前 我去大洋找我老朋友 我就找到他了 阿嬤,你說的那個地方 是不是叫我客戶 是啊 你真奇怪 他記得 咱十五年前的時候 剛才我們村子來的時候 真的一樣 我還要跟他相認的時候 他說他沒辦法 我就走了 你幫幫忙 你也幫幫忙 哪有可能 那十五年 都沒辦法 我是說 我像年輕人 顏色很好 我剛才剛才 他的時候 明明是老太太 他說他不是 我到現在還想不到 既然 這十五年都沒辦法 很奇怪 阿嬤,謝謝你 我還有事 我先來找 謝謝 謝謝 聽到了這樣的事 阿炮立刻飛快地去往台南 只是他萬萬料想不到 此刻在前方等著他挖掘的 竟然是一個隱藏在李彥蓉背後 叫人圍著炸蛇 幾乎無可置信的真實傳奇 阿炮風沉浦浦地趕到了台南歸人 當他找當地人問起李彥蓉的往事時 村人們竟然都不約而同地露出一臉邪惡和唾棄的表情 其中幾個人甚至還直接罵出了不堪入耳的話 年輕人 你找這個女婦要做什麼 那如果說到這個女婦就知道了 完全在這裡的人在臉煮蝦料料 你們娘這樣 他的事情說一說 我怕死 我真的怕死 人 是啊 這個女婦有多恐怖 根本就是 那個女婦給他轉世 老婆你這 你這 你這 你買一個老婆 那老婆 那老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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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幫幫忙 你這樣一句語一句我頭沒話 我真的聽得不懂 拜託 你們喔 派一個代表出來 對這個座人更了解 說我聽不懂 你都別說 我想了解 我說的娘 我說 借走 好啊 於是李彥榮五年前的事蹟 也逐漸清晰了起來 先生 你有家要做人嗎 有 有 有 吃醋了好 我想要做廚 我這樣好不好 你過去講你的廚房 這樣我就不用去找了 好不好 你要做廚 有 去找廚房 好嗎 好 對… 我有很多工具要做人 什麼樣的都有 沒關係 你帶我去看廚房 好嗎 來 不會廚房 看廚房 我沒事了 好 現在我帶你來看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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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者 一間 這扁所有人 這三個 好 別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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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準備,我來 好 我準備 好 很漂亮 這很像 這個很像 我去那裡這間 這間有家嗎 有 有嗎 請 請 有家嗎 這腿要先給他掛來 好 好,伯爹 你請他命 好 好 我現在做筆記了 來 電腦在那邊 奇怪 韓正希 我請你來看看 是 請你來 謝謝 不行 這部給你 這部是代理 小姐,不好意思 你說出小事跟阿京嗎 等一下,好緊張給你 好 來,小姐 媽啊,你是在什麼 你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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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在家裡很久 賺錢 走走走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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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阿翔棒 就算我幫你救了 我現在在找頭路 等我頭路如果找我 我會提醒一下 你會提醒一下 走走走 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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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我怎麼做 我才知道你怎麼做 對了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 却完全不是燕蓉当初苦苦哀求时 所承诺的那么一回事 她借口工作还没找到 押金房租不但没付过半毛钱 就又开口跟水树借生活费了 日复一日 晏蓉三天两头就去找水树借钱 不久就欠下水树一笔为树不少的钱了 什么事啊 这些花样 我书买给你高兆祝福千块 祝福不得太好 餐料也太好 来喔 你这你拿的 我给他祝福 出租阿金别说了 就只有照顾这些钱 放多少 一千五年都没拿给我 还要再给我们出租 不用说了 我告诉你 你最后要把出租和阿金先拿给我 那如果没有 我也是要把你好好出租 好 真想的 那我到底是欠你多少钱 欠我多少钱 我买一千五年都知道 对 两千 三千 哎哟 别乱了 我这样 我就让你睡觉了 睡觉了 睡觉了 对啊 我没办法了 我什么都没想 我本来都找不到工作 对啊 早上说 你早上的房子 缺买多少钱 我又没办法去你了 阿咪说 也是说到做人的过 这儿还有阿咪三 我会最厉害啦 阿咪 你还没穿 我又没电 你不要来对我吧 你不要来对我吧 对于妖妖的燕蓉 官夫多年的水树 心里早就气氧无比了 但加上燕蓉成为她房客的这段时间 凭着她不知哪儿学来的好厨艺 三不五时就在水树下工前 弄好几样精致的家常小菜给她当晚餐 这让水树开始常怀念起以往家里有老婆的日子 如今燕蓉这么一提 账重了水树的意 当下就生米煮成熟饭 只是水树万万料想不到 这竟是死神在向她招手的前奏曲 半年多以后 一向健壮的水树 就像罗文贵当年一样 虚弱的连夏天工作的锄头都拿不起来 最后也因为心脏病一命呜呼了 蜘蛛儿 你已来坐了 追求我 你全醒了 追求我 追求我 你没事了 追求我 你没事了 追求我 你没事帮我去 追求我 追求我 你快来了 然而晏蓉惊天动地的丧腹之痛 随着水树丧事的结束 也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因为她继承了水树的所有遗产 并且很快地将所有土地 以及其他房子都变卖成现金 成了当地的大富婆 晏蓉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 有了钱以后 便开始让一些年轻的男人进出她家里 不甘的女人 帝哥先帝哥那些东西 应该死好了 你怎麼,那個男人好像這樣 恐怖了,怎麼會死我 好,你又不說我了 什麼啦,什麼啦 我說,我已經搭出來的少年家了 哎唷,兩兩百酒都熬了,我們生下來的 會死了啦 啊,幾千塊也能夠夠了 想到那個女兒,還有我到底在做一件事了 那幾個臉都在紅的紅的 完全都無憾在那裡 在那裡連鋼 在那裡連鋼 有耶 我看這個不得見誰的女兒 專門到一些少年家在做一件事 絕對有問題啦 有問題,是啊,一定是有問題啦 我又聽說,鋼蝦村那個過太太太好 是呀,去過園島尾牌後回來 這樣瘦山樓罵了 又有誰在白雲 我看這聲,不然是他也拚命了 嘿嘿,不只這樣而已 那一兩天在春花,來我買菜的時候 她說,她有一個老朋友 帶著頭紅菜家 剛才在春春,這個不見誰的女兒 就是十五年前的女兒 她現在十五年前的時候 都一樣在那裡妖嬌 越不變老耶 哎唷,妖嬌喔 我看這個女兒是給你這裡 不就是那個女兒幾個來專門 專門喔,在彩虹補音的 不然怎麼可能不會變的啊 我很不開心 對,一定是這樣沒錯啦 還有一個越妖怪啦 唉唷,有比較恐怖的啦 唉唷,我女兒年輕人 我比較快回去,把她顧好 不然,去那些給你這裡 我就害了 我先回來了,我先回來了 好嗎 阿嬌姑娘 我全看過半九代 我哪有阿嬤是叫那些給你這裡 快去,快沒多久 人都一種去,沒看啊 你都給你這裡後來就走了 阿嬤,阿嬤,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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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 好可怕 阿嬤,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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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阿嬤 你是那你 Jim 오늘은 這個 trongali 這一群 자�illa 幾 refres 一些青 greer 不知道要有害死多 gebracht 對啦 你喔 哪有看到這隻鳳梨蔥 最好是李康耶 越方越好 那如果喔 連你這個死命都黏著不去喔 對... 對... 好死人啊 算了他喔 最好是李康耶 不然就是他開台後死 這樣才不會出海人啊 對... 對... 好死人 真是有這種事 我怪 我怪他... 他... 他是怎樣 他說他有給你優怪嗎 沒有啦 沒有就好啦 總說一句喔 你自己要照顧一下啦 而且我在想喔 以前兩年的老公 跟你的老婆一樣 都是姓中伯爺的事 天這點喔 你老婆就算了 阿炮查出的事實 讓民財覺得不可思議 一個最少五十幾歲的女人 為什麼看起來竟是個美艷少婦 難道他真的如村人們傳說的一般 是個專門吸男人驚血 以永駐青春的女妖 那麼 之前的兩任丈夫 以及她父親 都死於心臟病 難道也都是因為房事操勞過度嗎 還有 二十年前 雁蓉帶著的那個脫油瓶呢 她又為什麼會突然從雁蓉的生活中消失了呢 民財絕沒想到她接下來所要面對的 是一團更大的名物 雁蓉帶著的 together 雁蓉帶著的 雁蓉帶著的 雁蓉帶著夫人 細節 來 這是怎麼做 怎麼變成這樣拍狂 妳的事我都已經不知道 除了阿伯這件事 妳最忙碌也算過三個了 第一位我唱 第二位叫我 第三位叫我淡水唱 他們都是借你半年以後的心 以下都是心中麻煩 今天就跟我們阿伯一樣 你說 人頭跟我們這麼孤兒的男子 阿伯 你命運就已經超過五十倍 比誰也不用 不是跟外面的人說的 你專門在找年輕人的男子 人家亂不來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我 你不再做事 你怎麼聽把我告訴我 我聽把我告訴我 我 我沒了 那是我天天主人 這個還能怪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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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伯 家長萬代家娘派娘了 你讓我去世事也好 乖 說我 你怎麼說 我 你這件事 我也找到你生命 每一個生命的生命 能夠外面做你 會去招呼 我本來一定都沒辦法相信 叔叔,我早就去招呼了 他叫老廚金桂 我真的不像過夜 我真的不像過夜 我沒有想過夜 我沒有想過夜 我已經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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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已經好 我已經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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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都走起來 才太多遠 我活著 我實在想過 想分享現在的餐點和她一樣 我們對待我 是嗎 記得你真的要求我 真的要求我 我對你真好 喂,早 孩子,你喜歡輕鬆幫忙 我應該沒得到你解釋,你真好 希望你也好 我不告訴你 都是真的 但我希望你能和我現在的時間 一直在這裡的事 我相信 我沒有希望你走 雖然葉蓉的哀怨和楚楚可憐 深深地打動了明才 但是明才一想到過去那些男人 和父親的死因 依然讓她覺得葉蓉十分可疑 只是葉蓉到底是用何種方式 來殺害他們呢 明才想了許久 突然想到葉蓉煮的飯菜裡 總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難道她是在日常飲食裡 下了慢性的毒藥 不知道要吃飯嗎 明才...要吃飯嗎 明…大夫... 這些菜都是我在禮拜拍的 為什麼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對你如果還是應該 來啊 不用啦,阿婆,我自己來,有嗎? 你怎麼這麼客氣? 你是我兒子啊 我照顧你也是應該啊 那我騎你吧 不用啦,阿婆 我想要吃八塊的 我去的,你以前有一個東西 有什麼東西?有什麼菜? 我今晚去找我吃 我去吃你 我知道了 給你去吃,我來去煮吧 待會兒 明才趁著彥蓉離去的時間 偷偷地將每樣菜肴 各加了一點置入塑膠袋中 然後她就拿著那些菜去找阿泡 來啦 不用客氣,阿婆 第一端,你腿椎在哪? 阿婆 你有實在偷偷做人嗎? 我想要偷偷看 看這東西,有肚子沒肚子 這還沒肚子 現在還不知道 放肚子我還 這跟我的阿婆死我了 你也幫幫忙 這東西吃下去 這身體怎麼會蓋 你說這什麼? 真的有肚子 有肚子沒肚子 我還不知道 不過我知道 這東西每天吃 這身體渣滅 你如果看這東西 這東西就是拔絲白果 那這呢? 這是手衣機 那這東西 萬魚百合根 這些東西都是中用的食譜 男人吃這些東西就是拔絲 你知道嗎? 沒怪 沒怪阿嬤 沒怪阿嬤 沒有 沒怪阿嬤 我先拿來花給阿嬤 看好多不然 你再保養 好,這樣拜給你 好,我先走 好,我先走 喂,兵仔 你的手機啊,兵仔 等一下 兵仔,不要 兵仔,你又要去嗎? 阿嬤 阿嬤 阿嬤,怎麼會有人照著一台車 阿嬤 電動都沒要動 阿嬤 阿嬤 阿嬤,怎麼會弄在那裡 你不知道人家會計程嗎? 兵仔 阿嬤,你是不是在哪一台車呢? 沒有 來 來 看剛才那台車喔 怎麼沒有車牌呢 看哪有人屬性安排好呢 兵仔 你這麼小子 有人要擔心 兵仔心裡也隱約覺得 這絕不是一起單純的意外 而是一場經過安排的預謀 那麼到底是誰要殺害他呢 難道和繼母有關嗎 你怎麼會殺害他呢? 你怎麼會殺害我呢? 沒有 我 我剛才在家裡洗手 給我幾個車子 那貴賤人再不洗你了 我給你給我 來 明才原本還有點懷疑燕榮 但是一回到家 卻看到燕榮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樣 加上燕榮看到自己受傷 又如此緊張的神情 頓時 明才對燕榮的懷疑消失了大半 只是那個要殺害自己的神秘人 究竟是誰 看來明才是再也找不到答案了 這一天 是 是 你在做嗎 是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是 好了…再見 是 是 你好 我好心 你好心 對 已經年代了很遺憾 他說 要搬來這裡跟我們一起做大 你應該不會忘記了 你應該就是 你和你前一天老公做什麼 你應該 是 是 他減你三歲 小時候 他就很討厭 他就很討厭 自燕榮中的時候 他就住在外面 一直住到現在 對 明才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你感恩歡迎 他來這裡住 姐 明才 我告訴我 我告訴我 好心 是在這幾年 他現在說 你沒來這裡大 我是很高興 你知道 你會帶我嗎 走了 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會帶我 來這裡 明才 我希望他 他就像人間 當中自己的兄弟 給他照顧 好 好 我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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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 你幫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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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他 你不想 謝謝 謝謝 就是你的大兄 兵仔 你好 你好 兵仔 兵仔 兵仔在旁邊而已 剛才一次來這裡 從這裡的環境都不清楚 你若受影響 過去四處去看看好不好 好 兵仔 我聽阿吳說 你剛才外國回來是討厭的 你呢 你是討厭什麼 討厭的 好啊 如果你的英文應該不錯 我想說我們可以 應用英文來討厭一下 我們不用我 不如說都不會去 今天你先說這個 不然你做我司機看看 好 來 明才對於這個 跟他沒有一點兒寫緣的陌生人 實際上有點排斥 因為他總覺得英傑有點怪怪的 甚至他還懷疑 前幾天那次 差點讓他喪命的事件 會不會正是英傑做的呢 來 來啊 來 來 來 你好 這個法令的報告已經出來了 裡面的五檔 五檔 五檔 走 來 兵仔 你是怎麼樣 看你這樣流頭到臉 你是不是很清楚 沒有 都要有什麼清楚 你也幫幫忙 那我跟你的朋友做那麼久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想什麼 好 我再跟你說 明才說出了心中的疑慮 阿炮聽了 自然也替明才的安慰擔心 你也會說出來了 明才 沒有你說 我還給我這麼多 這小店 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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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很壞 不然 我已經這麼大了 我也沒有照顧我去 現在 我真的想要知道 我哪怕就有這件事 是想要有什麼的海 我都不想 你自己就比較小一點 我知道 我先來走 只是明才怎麼也沒想到 一個致命的危機 又悄悄降臨到她的身上了 順利 你現在要去吧 我老人大會兒 明才你玩偶 我獨家人們都給我攻擊 我不擔心 獨家人 英傑會奮不顧身地救她 實在讓明才覺得很意外 不過現在 明才知道她先前誤會英傑了 可是想加害明才的人不是英傑 那又會是誰呢 他又到底是為什麼呢 經過了這件事情以後 明才終於完全敞開心胸 接受英傑 兩人因為朝夕相處 幾乎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明才 明才我聽阿嬤說 你現在在背中有沒有 是啊 我跟你說 我以前我也登山市社長 有沒有 這麼好嗎 明才 我們今天坐回來背中好嗎 好啊 哇 這包包不錯 你怎麼看呢 英傑 你有沒有想要去背身嗎 當然也在想 不然會讓我們弄到 看你們兩個 剛才這麼久 就跟她穿蝦蝦 很像蝦蝦蝦 很像蝦蝦蝦 當然 有 我來就穿蝦蝦蝦 來啦 吃蝦蝦蝦 因為有了相同的話題 明才與英傑變得更親近許多 有時一家人還會一起出去外面遊玩走走 這段時間 明才與英傑燕容的關係 感覺就像是真正的一家人一樣 幸福快樂 明才愛唱消費給你啦 是電視台驚來的啦 她說我彼此通過 叫我明才去面試的 來 明才 看我看 明才 明才 看我看 看我看 你很大姐姐 我幫我幫我幫我加油 那這樣真好 我相信明才一定會落手 我看 明才會來慶蝦蝦蝦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可是這一天 當明才去面試回來的時候 卻突然出現了一位不速之客 終於讓這個一直纏繞著明才 有關父親的死亡之謎 落出了一點端倪 有關父親的死亡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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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有什麼重要的事 我是想告訴你 關於林律師的死 林律師的死 跟我有什麼關係 跟你沒什麼關係 不過跟你敬母李燕榮有關係 跟他有關係 我們懷疑林律師 是他阻止他人殺害的 林律師 他不是自己上吊自殺的嗎 當然不是 根據法醫的事發洩 他是被人用藥物迷昏後 再偽裝成散掉自殺的 可是 這樣也不能證明我繼母 他就是殺害林律師的兇手 我知道 不過 你今天看我出任之後 你就知道了 這裡看一下 遺囑 我爸的遺囑 他把所有的財產都留給我 什麼時候立了這份遺囑 我怎麼不知道 李組長 你怎麼會有這份遺囑 這是我們在林律師的保險箱中發現的 好 林律師的死因 一開始我們也很懷疑 因為他不可能自殺 最後終於讓我們發現 他被人殺害的證據 可是動機又違和 直到我們找到這份文件 我們才明白 都是你繼母 本來你繼母 是你父親遺產的第一順位繼承 但是有了這份遺囑之後 他將分文得不到 也就是因為這樣 才有可能傷害林律師的主 太武斷了 你聽我說 根據我們警方電話 他的通電資料 案發當天 也就是他死前的最後一通電話 拿到你家 通話時間有兩分鐘 那天你有接他電話嗎 沒有 那天我是晚上九點多 才回到家 那應該就是你繼母接到的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有殺害林律師的動機 為什麼 因為這份遺囑 一開始並沒有人知道 甚至連林律師都不知情 因為這份遺囑 是你爸爸在八年前 剛開始到大陸投資的時候 因為安全上的考量 又擔心其他親友 會欺負你年幼無知 才設立的 當時是由王永泉律師做見證 因為事隔多年 又沒有什麼意外發生 所以大家就把這件事情給忘了 可是當你父親死後 林律師開始耐心地整理你父親的遺物 卻在一堆舊的檔案裡 發現了這份資料 所以他馬上打電話到你家 原本是想告訴你這件事情 可是卻讓你繼母接到了 那又怎麼樣 我記得報告上面說 他死亡的時間是晚上十點多 可是那時候我繼母在家 他根本沒出門 我知道啊 可是他不用自己動手 先找個人去行凶就可以了 也因為發現這些疑點 所以我們開始調查 你繼母的過去 最後終於讓我們調查到 他不但有個兒子 而且他前兩人的丈夫死因 也很可疑 甚至連你父親的死 都有重新調好的必要 此 今天我告訴你這麼多 都只是我們推論而已 在沒有充分的證明之前 我們決定先不驚動他們 那你今天找我來是 目前你是唯一可以幫助我們警方的人 因為你最接近他們 你應該可以究竟觀察他們 或者找個證據 希望你跟我們警方合作 在不打掃警察的情況之下 將他們繩之於法 好 在我能力範圍之內 對,我一定會幫忙 尤其,謝謝你的合作 還有我想告訴你 我們決定把你父親 重新開關驗屍 調查真正的死因 好,我同意 對了,如果有任何消息 請你馬上跟我們警方聯絡 好 這樣的話我先走了 李族長的一席話深深地震撼名才 如此說來 那接連兩次遇到的兇險 就找到兇手行兇的動機了 可是,真的如警方推斷的 雁蓉會是幕後的藏鏡人 但是,英傑又為什麼會救她呢 是她並不知情 還是他們另有其他更可怕的原因 這一天 英傑在雁蓉出門逛街shopping 趁此機會 明才將阿炮找來 決定好好搜尋 看有無任何的蛛絲馬跡 來,請坐 來,請坐 好,好,好 好,好,好 怎麼說呢,真是這麼簡單 好,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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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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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炮,你怎麼會這樣 你看看這罐子是否有毒藥 來,我看看一罐子 不是,這罐子已經是減傷了 減傷? 對,這是你把作用 你除了可以有毒藥 還可以在這裡有毒藥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這罐子還有一個罐子 唇藥 這罐子在那個女人的地方 誒,保證給你動很久 不管你是用水去沖 還是用酒去撤 我無效,但我又動很久 想不到 想不到你們老爸 和你們老母 感情又這麼好 總管 你又很勞 這罐子 這罐子 來,我看看 來行 實在是來行 楊貴妃小玉盆 你怎麼知道這罐子裡有什麼 這罐子 還有玉金 還有蓮花 想不到你們老父 今年這麼厲害 對 只有過渡人傳來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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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罐子 煮這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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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困難 家鄉無聊 就去泡澡 這是可以找人的地方 回復的青春 以前還可以當地的青春 老婆這種很香的氣味 難怪 不怪你們老父的內窗 才會這麼香 可憐就是一堆後的女人 就交我 不可憐 你別說話要無話無話 趕緊睡覺 看我把他們的東西 好 好 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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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 好 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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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 快點 Sensei 快吃 이거在哪裡 什麼東西 是啊 Abdou che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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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他一直 gleichzeitig 余师长 余师长 我们发现了这个 这里面还有残留物 我们会打去换一看看 那我们先走了 有消息会通知你们 谢谢 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注射针筒 真的可以查出什么吗 针筒里的残留物又是什么 这个始终让云雾覆盖着的谜团 背后的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验's 宋 Vale 为什么就辞职你 我有点好想你 你走 你别动一点 有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明才当场吓傻了 英杰不是晏蓉的儿子吗 他们怎么会做出如此肮脏污秽的事情呢 难道他们根本不在乎世俗的规范 或是晏蓉为了维持自己的青春美貌 厚颜无耻 向自己的儿子下手 这实在太可怕 太肮脏了 等一等一等 是安座了 你明天是王西方 你放心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由他明天到人去北山 到时候 我会处理得舒适舒适 哪里 明天有一个店家的 等你回去庆祝 你别让我坐着高丽 你还准备吗 我觉不可以 你今天在北方的地方,聽人家說很怕,你帶點心理 我知道 尤其是你,你已經平平安心了,知道嗎 我知道,你會煩惱嗎 當然也會,你們兩個,我最煩惱就是你 我像你不用太煩惱了,這樣會讓你的療門變罪 看起來會比你五十二歲的事,你已經過了 孩子,我跟觀眾出去 好了,英格,我帶點東西,我們出去 好,第一準備 你這次,你就要做看漂亮的,知道嗎 我知道,你是我的肚子 你也是會好心 你這次,你睡覺好嗎 好 親子,你帶我吃得好 你不是說,你以前是營餐的小長 以前我出去吃得好,就很久沒帶走 不怪喔,我看你,我帶他去幫我 這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要注意嗎 來,坐下 你知道嗎 這風景很好 這罐,我看殺了我四爺 是啊 你要注意嗎,別騙我 你不是說,你也要注意嗎 你怎麼這麼快 你怎麼看 我還不想說,你先去 你怎麼叫 你怎麼叫 你怎麼叫我 我叫你 你怎麼說 你怎麼叫我 你怎麼叫你 怎麼叫我 你怎麼會這樣?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你說的 你聊不聊 怎麼回事?我不懂 這應該是朋友的地方 你們用一下你 怎麼回事?我不懂 你們是好的 這應該是朋友的 你不用理你 你自己說甚麼?我哪個男人 你自己是老人家 你怎麼騙我騙得過 明仔,你不是怎麼說聲音 既然告訴我,待會有甚麼事 你說吧,我應該發生甚麼事 明仔,你實在是很忍耐 那時候,我也很想你 想我?你是要給我四萬 你不想我,你不想我,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我不想我 我不想我 好,我有一些小事告訴你 你這個部位好心 已經被我上去警察 你不想我,我沒有了 你不想我 當然 你不想我,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你不想我 你是要害害死,我爸爸 我爸爸對你這麼好 你是怎麼會這樣做 你搞瘋了 你搞瘋了 我對你爸爸,感覺很失禮 不過,我也很愛他 你為什麼要害死 我爸爸這麼愛你 你為什麼要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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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要害死 你為什麼要害死 你不要這樣 好 其實 我知道 你也很愛我,對吧 你為什麼要害死 你為什麼要害死 我發生 你為什麼要害死 是你 你是未婚小孩的女兒 我看到你以前要討好 你的生活是怎麼這麼濃郁 我不是,我不是 我這是要找到,我一定要找到的東西 你說什麼 我用我的生活去玩他們再會 這樣有什麼不對 我沒看過路鄉是我的人心 我用身體的狗去美女做精靈 我臨上這麼多痛苦 我當然也會認得最多的大家 你不是要討好你自己的認識 你就不會說白人之外 沒錯 人家在這小時候 如果沒比較自私 我們會知道什麼叫做 那些男人都會死 連你的房子也是一樣 都會死 你的行光哪有用 你真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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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放手 住手 放手 有些,放手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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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你也太衝動了 這裡是個法治社會 缺負個神一十之快 要混得自己 知道嗎 李燕榮與馬英杰被捕之後 終於坦承殺害劉婦的事情 燕榮的前兩任丈夫 也都是被她同樣的手法害死的 至於律師林大維 也是她搜拾馬英杰殺害的 那天,果然如警方推斷 林律師在找到那份遺囑時 立刻想打電話告訴民財 沒想到卻是燕榮接的 當燕榮一聽到這個消息 自然非常震驚 眼看即將到手的財富 就這樣飛了 她又如何甘心呢 小燕榮 你現在去林大維 去醫師的辦公室 書班和將會太熟了 要是你一定要讓你 請客人去照台頭 謝謝你 接到電話後 馬英杰立刻到林大維的辦公室 先用藥物迷昏了她 然后卫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 并且试着想要找寻那份遗嘱 但因为不知道保险柜号码 而无法顺利寻货 一记不成 另一个百度的念头 又从燕容的心中升起 他原本想先诱惑名才 再想办法慢慢收拾他 只是没想到 阿炮竟然已经暗中查出了他的过去 未免夜长梦多 于是他们又兴起了杀害名才的念头 更为了要安排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大费周章来取得名才的信任 只是他完全没料到 冥冥之中的报应已经降临了 老天爷总是在他们即将得逞前 让名才早一步洞悉他们的阴谋 这不止让名才转为为安 也让燕容和英杰早受到恶贯满盈的报应 而关于李燕容与马英杰两人真正的关系 他们真的不是母子 而是一对情侣 因为真正的马英杰早在十几年前就夭折死亡了 而眼前的这名男子 其实就是五年前在台南归人许错村失踪的那名少年 他爱上了燕容 兴起了想要跟燕容一生一世的念头 于是便与燕容一同离开了家乡 这位警察 刚才警察有说李燕容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还是你老婆还没经典人的老公 对啦 那下棠有发言出什么东西吗 他像尼古丁了 哈?尼古丁喔? 他像尼古丁放在下棠里面 以后跟着网罐就倒了 他处理他们的家乡 这会引起到他们的心中麻痹了 哪里啊呦 你也帮帮忙 这尼古丁这么厉害喔? 是啊 所以啊 吃粉是有害身体健康的 对心中尤其是不好啦 好啦 我改啦 你先给我删一枝啊 走 李燕容这个迷样的女人 关于她的故事众说纷纭 不过在她极具传奇性的一生当中 却依然留有许多空白 没有人知道她究竟从哪里来 是什么样的原因 养成她这样的个性 更没有人知道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谁 在这些留白里 她又到底做过哪些坏事 这些一直到李燕容伏法之后 依然没有人知道 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